我们是过来了 多元种族政党的这个领袖 包括有我们的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还有的就是民政党总秘书麦家强 两位来谈一下关于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这个政治 其实马来西亚到底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版图呢 因为在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政治版图是以马来伊斯兰领军 然后很多人很多选民都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了原来在西门执政前的那个情况 但是最近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到底现在是怎么了 还有在西门执政期间的时候就一直有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种族课题的出现 所以想问一下两位怎么去定义多元政治和多元政党这一件事呢 天川先请吧 我想现在我们先要进入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多元呢 不单单是多元的多元民族 我们有一些政党都是单元的政党 就是单一个种族 那么其实呢这个局势已经不断的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 就是非常大破 所有的政党多多少少都有它的问题 所以这个改变呢是大势准备的 不能因为我们听到一些种族的或者是社会里面的一些种族的一些因素呢 而否定呢不是政治的大方向的不超向的更加的问题 那么我所说的多元呢 它不单单是在种族这个政党的这个成员的这个结构里面的多元 它也包括呢思想艺术体制度的多元 甚至里面的多元 还有领袖的多元化 这些呢都是多元的这个大趋向 而我觉得呢 所有的政党都朝向这一个 是 听到吗 是 听到吗 听到 听到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个我不觉得呢 我们现在的朝向倒退 尤其是在我们2018年的这个发选之后 这个是一个整个政治管情的提点 那么今天所谓的大家所谓的乱 就是它自己为 以前一个垄断的政治政权呢 被打破之后的一个复古 所以呢所有的政党 已经没有办法单独用它自己的力量 它的政治力量或者是议员的人数呢 能单独去胜 所以它必须要走向多元化呢 它才能 打破政权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不可及党的 那么未来我也是觉得呢 它会走向更加的多元化 每次政党都是要根据这个 这个部阀来多多少少呢 调整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党的政策 来提供这个新的变化 那加强又怎么看 现在的这个多元的这个种族 还是多元的政治呢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首先呢 我就在借助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 再多几天 我们就会庆祝我们的国庆日了 所以希望大家 能在这个国庆日 除了享受这个假期以外呢 也希望大家看回我们这个国庆日 得来不易啊 怎么样我们的先贤 从以前走到现在 是怎么样把这个马来西亚争取回来 那当然在读回整个历史的时候呢 我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 除了政府以外 我比较喜欢看那些左派子 他们在这个扮演着 怎么样为这个独立做出了这个贡献呢 我觉得也不可以默示 走到至今 我觉得独立今天最重要的是 这个种族和谐 那种族和谐我们就要从开始 我们这个题目开始讲起了 就是从种族走向多元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政党如何吸引选民 那当我们在讲究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 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马来西亚的社会 会比较 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误会 或者是这个 这个 紧张 种族紧张越走的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多元从种族的角度 走到多元的角度 是一个是一个必须要 是一个必须要整个人民整个是需要的 所以这个多元化 其实在马来文或者是英文的时候 叫做 Pluralism Pluralism 其实还要讲的东西就是 我们 我们都了解 都有其他的族群在 除了华人 印度人 乌裔同胞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知道他们的宗教 所以我们 我们在 有时候我们会了解到什么叫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s 我们华人要的东西可能跟 乌裔同胞 或者印裔同胞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 before post post war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学者 他讲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当种族跟宗教发生有冲突的时候 听到吗 听到 听到 class of civilization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 当这个战争 不是跟国家跟国家了 是within国家里面 在国家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就比如我们很现实的回到马来西亚 可能乌裔同胞喜欢的是猫 华裔同胞喜欢的是狗 乌裔同胞是不能吃猪肉 华裔同胞是特别喜欢吃猪肉 然后在一些文化上 都有起了很大的冲突 而如果这个没有好好的是处理的话 它就会造成所谓 我们这些学者所说的 class of civilization 因为这些的文化的区别 会导致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问题发生 然后导致整个国家会不稳定 或去到更严重的就会乱 so也就是说打个比例 什么叫class of civilization 你在马来西亚住的地方 你去卖这个猪肉 猪肉在华人环境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在马来西亚去卖的话 这个就会引起很不必要的 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除了我们这个 有很大的文化的不同以外 Pluralism是一个concept 就是要缓和 就是多元化 不是多样化 是多元化 就是我们了解 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的存在 我们要怎么样去尊重 在还没有尊重之前 我们要去了解 所以有时候我很高兴 当一些乌裔同胞来到我们华校读书 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步去了解 那当然身于华人的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是开始 要去了解他们的宗教 因为回教也是 在我们的这个宪法里面 第三天是我们的religion of federation 只是叫你去了解 当你了解的时候 那你在尊重上 你会做到比较更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 我们除了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以外 我们有stereotyping stereotyping就是说 每个种族他有一个宽宽 就是说 我们对乌裔同胞有一个宽宽 就是我不管你是 怎样什么学历 总之你是这个乌裔同胞 你就对我对我而言 你是一个就比如说 比较懒惑的 乌裔同胞对我们华裔同胞 可能也有另外一种宽宽 就是说你是华人 然后对他们来说 华人就是很喜欢骗 或者是华人是比较有钱 这种框框呢 可能就是因为政治的关系 而导致这些人 这些人民 会有继续这么深的一个污秽 我觉得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当我们国家是多元种族的 要走向多元的时候 那我们要扛起这个责任 当有污秽发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扮演着 怎么样的角色 来缓和双方面 不要把双方面的 这个紧张的情绪 弄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成为一个领导人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 不是为了政治的自己 政治利益 去导致更严重的种族紧张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stereotyping 这个stereotyping 要怎么样去拿开呢 我觉得从教育下手 政经文教是很重要的 政治家要从这个教育这边下手 或者推出一些政治 一些policy的时候 要很带出来 把这些族群 把他们拥有的 这个原有的框框拿出来 要告诉他们 我们是多元化 每个族群都有他 一种米养百种人 同样的 不同的族群都有 来自有懒惰 有聪明 有勤劳 有有钱的 曾经有一个无意的同胞 看到我们 他就告诉我 华人都是有钱的 他讲 因为在提名里面 有马来西亚整个60%的经济 都是以华人来控制的 那时候我就告诉他 这个60%里面 有的是姓林 有的是姓吴 有的是姓李 可是没有一个是姓麦的 因为我是姓麦的 那我就告诉他 40%的无意 我相信来自同个家庭 他们的名字都是 stuck with M的 那我就告诉他 你不能因为 有60%的 这个华人 或者是提名有6 6名以内是华人 你就说华人很有钱 难道我们去到这个 这个 prison 或者是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 可能有70% 或者60%以上的是 这个种族 难道我就说你这个种族 就是犯人吗 不可以这样子来 不可以这样子来批 来看一个族群的 因为这个就是stereotyping 所以这个stereotyping 如果继续走下去 对整个社会很不健康的 所以回到 这个是我第一个回答 这个问题 就是从种族走向多元 多元 我希望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懂的什么叫多元 怎么样去互相tolerance 不要有那种extremist fanatic 了解到我们马来西亚人 就要一起 穷人就要一起 去fight for他们的right 像民政党以前 我们民政党以前 是因为我们是为这个 Labor 这些 当时是很多 Labor group的人 所以我们都是为他们 而发声 而慢慢慢慢的 这些Labor group的人 慢慢马来西亚的人 生活都比较舒适一点 所以慢慢慢慢的 需要你这些fight for labor的人 就比较少了 不过民政党还会继续为这些需要的人 而发声 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做东西 就是让这个社会 要了解到多元化的重要 多样化的重要 在马来社会里面 我昨天去type 这个YouTube的时候 Pluralism Pluralism 这个字眼对他们来说 是很negative的 因为就好像要吞斥他们的宗教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 马来文的话 他们会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有些政治人物 你在用字眼的时候 如果你用一个华人 去跟他们讲Pluralism 他会觉得你在吞斥他的宗教 或者吞斥他这个文化 可是如果你看看 在回教里面 他们也是注重 也是注重有其他的宗教的族群 我们也给他全力 他们又能接受 所以在讲话这方面 是有他的这个艺术的 那回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政党如何适应选民 就刚才我讲到 政治人物在说话方面 要很厉害 那今天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字叫做 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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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歌 以外 其实这个谈何容易的来源 是来自武汉地 武汉地有一个名嘴 叫做东方硕 这个东方硕 它是一个很 都讲是名嘴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可是他都不得志 他可以做宰相的 可是他没有去 去全力得到宰相的位置 他是做那些可能是六品 七品官 所以很多人就问他 你是可以更进一步的人 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子呢 所以这个东方硕 他昨天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他就这本书 他就应用了一个飞吾先生 飞吾先生 他在里面就说政治谈何容易 他里面就解释了 当我们要跟人家说的说 说一样东西 呈现一个东西的时候 讲的要好听 看的要好听 然后听出来觉得是可行的 可是到最后是不可行的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是把整个国家会倒垮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呢 如果一个东西是可行 对国家是很有利的 可是你讲出来的东西是很不安听的 做起来你觉得 哎呀你好像在侵犯我的权利这样子 可是往往这一类的做法就是对国家好的 所以东方说他就说呢 我说好的东西 可是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的 你们又会怪我 我说不好的东西不好听东西 你要当我是喜鹊 报喜不报忧 你又不喜欢听 可是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的 所以他就说政治谈何容易 回到这个政治人民这方面呢 你看我们以前这个希盟 他给你很多的这个manifesto 很好很好听 可是能做得出吗 到现在可能说他只有22个月 所以做不出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不简单 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东西发生 可是人民听了很爽 爽了过后就会投你 所以如果你要人家投你的话 你就要人民爽 可是往往你是要过到自己那一关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讲出来 是不可行的 可是为了达到得到人民的这个票选呢 那我讲出来我就有这个票 我有这个票我就可以做国会员 作为国会员我就有发生贤 如果像民政党你一个国会员有 人家都不会理你 即使你今天你有一个国会员 你可以跳从A跳去B B跳去C 人家都会很欢迎你 因为你有的是这个权力 所以回到现在 如果你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 是马来社会的 那当然我们应该要讲一些 为了得到得到选票 我们要讲一些马来社会 听了会比较开心的东西 可是出卖了整个国家 出卖了整个整个 种族和谐 可是往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得到选民 而选民也是喜欢听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选民是像东方硕的 东方硕所讲的东西就是 是很 是怎么样说 阿那斯话这句话是说 他是说如果王上是圣民的话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 同样的选民是圣民的话 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 走向偏激的 他要怎么样走偏激的路线 只要选民是董事里的话 他所说的这些极端的话 选民都不买单 可是往往 往往可惜的 我们选民 还是有时候比较 马来人就觉得 马来社会他们喜欢听到的东西 是这样子 华裔选择性 喜欢听的东西 是另外这样子 所以要不简单 所以回到自己一个政党里面 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有quality的 那我们有时候要三思 有时候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问我了选票 有时候带出来的东西 希望是种族和谐 因为如果没有家 没有国就没有家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希望 我希望这个在线的朋友们 当在这个8月31号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看回一些历史 来去感受一下 那当然历史呢 有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希望我们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这整个东西 再来爱我们的国家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国家走不远 我交回给主持人 谢谢加强 那其实加强刚才也有提到的是 大家都喜欢 选民都喜欢听他们想要听的东西 所以在西蒙这个时代的时候 其实都在主张很多一些 在推一些很多元的政策 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 这个是马来人很难 很难让马来人买单 所以有了埃瑟 Rome Statute 这一些种种的 更多的这个种族课题的出现 那Central又怎么看这一个 会不会以后我们是更难的去推 这一些多元的这些政策呢 我不觉得这个政策是会困难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西蒙 所谓推的一些多元政策 有一些引起一些反弹 那个可能是一些 另外就是 然后另外就是 反控这个表达不到 上评不能加达 这表达不到我们所言有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是 你们的一个 或者是真的一个 都要经过的一个学习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不能因为 只是看到一些片面的一些 然后做一个 一直不敢打翻所有的 就认定说 多元政治 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 这个多元政治 甚至不单单是多元总统的政治 是大势所趋 所以我刚才说的 所有的政党都要走 一个大的方向 可能有一些政党走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 以后的未来呢 有更多的选民 会看 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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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策 政策 政策 是 的数字 来选 来投票 而不是 我们 即使我们说 西蒙承诺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老师说呢 大部分 在 2018年 投票的选择 根本没有看过 西门的 这个 选择 他们看西门的选择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尤其是媒体 尤其是 宣传媒体 他们可能认同 我们自己的选择 但是呢 因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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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出来 但是呢 但是呢 当时投票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选择 都不是因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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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宣言呢 而回家的票 啊 他整个 这个 这个 他是一个 大 的 担守啊 拜啊 他们今年 一月 一年 这个 常年才 收到一个 啊 专制的 的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那种 贯而 濫权 造成 越 啊 所以这个 还是我们 但是这不等于说 宣言 不重要 你知道 更重要的 就是 如果我们把 所有 不同的 要求 打算来看 每一个 每一个 诉求呢 它是 超越 政党的 这个 啊 呃 分野 啊 比如说 地方议会的选拟 不是所有 联盟的 同样的 这个 政党 同样的 政党 甚至在一个政党里面 也有一些 有一些 人 这个 但是 不是 所有的 啊 曾经是 国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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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盟的 全部都是 可能 那种地方 有一些 所以我相信呢 啊 还是有一些 会正统 这个 这个 但是 可能 有的 不是全然 反对 所以 他就觉得 目前不適合 就是 不能做 后 不能 所以我想 以后的 课题呢 特别来 来谈判 我觉得我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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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 啊 良好的 政策 今天 我们给我们一个 好的一个开心 就是 现在 跟自己 有人形容 作为 但是 这个 一个 一个 好野 的 至今 利益 没有一个人 可以说 他有 绝对的 把 另外一方面的 压迫下去 这样呢 这就是 因为有这种 平衡呢 给我们 这些 空间 去推动 一些 这样好的 去 辩论 推动 一些 来把我们 这个 你实行 我们所要看到的 这个 多元 的 那加强 又怎么看 YB的 Tentra的 这一个 言论呢 他认为 现在的 应该是说 五代十国的 这一个 环境的话 其实更 更有空间 去推动这些 多元政策 那你怎么看 这个多元政策 会不会 再加一句 我再加一句就是 所有的 这个社会呢 我们所要讲的 多元化 而且 丰富化的 都是在 在所谓 散落 在我们 中华民族里面 最丰富的 这种各样 的 丰富的 所有的派别 就是百花其放的 就是在专国 就是 所谓漢朝 一统天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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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儒家之法 所有的 与他的 这个思想 都被 被 到边缘化 那么 如 三帝的一个 学说来 控制 这个 交易界 和 这个思想 很多时候 我们后来接下去 我们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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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 丰富化的 但是 当然 我们也 正同说 当有这样的 不稳定 人民在 经济上 或者在 生活上 都会 受到 不稳定的 影响 但是 这不表示 这个 不稳定的 就是 没有空间 建议 波炎的 政治 所以 我觉得是 在这一段 是 我们把握 机会 去 让 波炎 甚至 强化 波炎政治 让他 打根 那 加强 又怎么看 YB的 这一番 言论 我的 看法 是 这样子的 政治团体 我们首先 放一边先 可是讲到政策 这方面的话 政策那方面 多元化 我觉得政策 要公平 公平 现在有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些 这些 经济上的政策 好像 以种族为主 我觉得 这个种族好像特别有优惠 而我是 普普通通的 而这个种族可能在这个银行有特别的高利息 我却没有这个高利息 这个种族群他买物质可能比较便宜 他们印尼人 他们 除了 他们的 identity 就是印尼人以外 因为有共同的语言 而他们用的共同语言是 全民都 都有用同 同个语言 那当然他们的政治是这样子分的 是以class来分的 也就是说 这群 这class的人是比较穷的 他们就以穷的为主 以穷的人发生 以穷的人为主 争取他们的利益 争取他们所有的东西 因为这群人 是穷的 而穷的人拥有来自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所以他们 人民会比较融洽一点 那当然最近我们看到 从经济上 改变成 因为宗教的问题 导致有开始一些小分裂 同样的回到马来西亚 这个东西 我想如果我们是以 人民的这个经济能力 来做出这个政策 我觉得会比较好 如果不要 不要以一些种族 来衡量做出一些政策 可是这个改变 需要慢慢的去做 如果你一次过这样做完 会有很大的反弹 因为马来西亚的政治 往往就是因为种族性的 也就是说在国政 在执政的时候 尤其是纳吉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在政党里面 我们都听到 纳吉是有为华校做的东西 可是他为华校做东西 有时候 如果你大肆宣传的话 对敌 敌对的阵营的人 他就会说 你这是因为为华人 我们埋人的这个权力 去到哪里 往往我们就会面对到 这种东西 有时候一些issue 我们不能炒作 因为炒作了他 对国家的这个和谐 是有害的 那当然问题发生了 我们就要 有时候我们就要 怎么样去解决它 如果发大来看 如果像一些政党的一些领导人 这个是有政治的本钱 我炒一炒 我会成为hero 可是对这个整个社会是不好的 那当然回到我们这个政党 政党从单义走向单元 为什么以前会单义呢 我们就要看回历史 历史为什么会有一些单义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个族群 别人的族群不了解他们的这个族群的利益在哪里 只有自己族群才可以向自己族群 争取 谋福利 同样的华社为什么会有马化 因为同样的 他们是来自 同个背景 同个文化 可能同个宗教 所以慢慢慢慢 为什么我们这个族群那时候 会成立起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至今走向 走向现金了 从单义变成多元的话 他有他的好 因为当你一个政党 你能带动这个社会 那你讲的是多元 当多元的话 你不会 你会 你会practice pluralism 你会 当你touch一些issue的时候 你会在各族那方面 都有去考虑 不会因为你自己的族群而 而直接对其他族群说 你不可以有这样的东西 他会去思考过 所以走到至今呢 他有他的一些 obstacle的 他有他的难处 就比如 就比如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马华 可能马华民政 是比较华人派系的 虽然民政是多元 可是无意 无意这个在民政里面 active的会比较少 那 我们 这个多元 多元的这个政党 好像我可能大胆一点 可能 天翔如果说错的话 你就纠正我一下 我们讲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 在PK澳的那边 华人的这个代表 我觉得他们都是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四川大地震的话 那个人曾经讲过 小镇不需要跑 大镇跑不了 同样的我会套用在这个 华裔领袖 在这个PK澳里面 为什么呢 当touch到一些 就比如 比较华裔的这些课题的话 就比如教育 教育就让马华民政去解决咯 我们不需要 小小的issue 哎呀 马华民政去解决就好了 大的issue 我也解决不了 因为我在党里面 我们是以无意为主 如果你拿华教的东西 在他们 这个Meshattah Argon的时候 提出来的话 我觉得 majority rule minority majority 觉得 你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 华社就会回到 我觉得 以种族政党 更了解我们华人的这个 心声去发声 好过去投靠一些 多元的政党 而且多元的政党 他就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 这些 华裔的领袖 在这个党里面 是少的 他们提 也提不起来 提了起来过后 也是会有更多的反对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去让其他一些 这些 马华或者民政去解决就好了 所以他这个多元的政党 他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 class of civilization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这个问题 就好像交易这样 最近我们看这个 土团党就说 要关闭华想 种种的东西 这个 这一句话讲出 你去看一些Facebook 有些人赞同等等 华裔就觉得很不舒服 不知道要怎么样 有时候不知道要表达出来 这时候这些行动党 他们就 哇可以跟 跟hero这样子站出来 所以有时候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领导人 政治人物 要很有智慧的 要很有智慧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暗地理 也不能讲暗地理 因为有时候你讲 看不得个王妹 我们华裔的权力 看不得个王妹 有时候不是看不得个王的问题 一切事情你爆发出来 他对我们的这个种族和谐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回到民政党里面 刚才我讲的是共政党 民政党里面可能大家都觉得 他是以华社为主 所以我们提到这些华教的问题 或者是UEC的问题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 我们党员是有马来人 但他会提出他的这个不赞同 或者有其他的看法 点头过后 我们大量还觉得 是我们还是要换卫这个华小 我们换卫我们这个 国家的教育 暂时这个UEC 不是在我们国家的教育 我们放一边不说了 所以这个华小 还是要继续的换卫 所以你多元化 如果有得到平衡的这个族群 一起参与的话 那是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一半一半 如果是这个族群会比较多 可能80% 其他族群会比较少 那你还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呀 Majority ruling Majority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在出现 有时候他们还是回到 这个 我还是要马华 解决我们 马华民政 解决我们华社的问题 那我们看为这个西蒙 那是他们执政的时候 西蒙 无法否认的他们得到的票都是华裔给他们的 可是你看这个刘振东 刘振东他讲出这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要关注马来社会 他们的经济东西 要保住马来社会 这句话如果在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说是 如果你能保住 你能让马来社会喜欢你的话 你们可以执政的更久 可是不要忘记 华社会跟他讲 你的票是我们给你的 你一定要为华社发声 所以他们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是华社选出来 可是当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 要一起向前的话 马来社会可能有一些弱势的话 我们要去帮他 对我们一些政策是帮助他们的 可是这些政策是有利那些 elite的马来人 那些弱势的马来人 还是没有解决到问题 而这些马来人 你解决不到的问题 到最后他的票 还是会给回这些 他们自己的 自己所 大家都知道 他们会给谁 所以有时候一个政治的一个讲解 他说 这个穷苦啊 贫穷啊 我们不能完全把它 elite of minute 就是铲除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就是铁票来的 这是票响来的 当这些族群 他有钱了 有智慧了 他的票可能不会投给你的 所以有一些这样的歪理 而这个歪理 我有时候想想这样 套战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它的一些的道理存在 就是因为我穷 我就会支持这个政党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面对这种问题 所以有时候种族团结 政治的这些领导人 靠不住的话 我们就要靠一些NGO 有时候你是在 国会是一席都没有话 人家是不会听你 即使你要推出这些种族团结 多元化 不要有这种占 人家就是不听你 你说你代表我们 你都没有代表我们 你脱会一席都没有 人家都不听你 可是如果你是有一席的话 人家就会多听一些 这个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就有影响力 所以如果这个代表性的人物 讲出一些废话的话 讲出一些 伤害一些其他族群的话 他不知道 这个National unity的话 这样对我们整个发展是不好的 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你要成为一个国会议员 根据宪法来说 只要你过21岁没有犯法 就可以成为一个候选人的 你觉得这样子好像很公平 可是各位你想一想一下 一个医生要救一个病人 他需要度4年的书 或者是行医5年才成为一个专医 才可以救一条人命 我们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在国会 要治国的话 是不需要有什么文凭的 有时候有些人还制造假文凭 只要你过21岁 你就可以代表着马来西亚的情面发生 可是他对马来西亚的政治一窍不同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选候选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宪法 要讲改宪法是不可能的 你过了21岁 任何人 不管他是笨的聪明的蠢的 或者是极端的 只要你没有犯法 只要你过了21岁 你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所以有时候都蛮悲观一下 有一些国家 可能他们是要经历过一些课程 或者是qualification 你去上班 也是要老板去interview 觉得你qualify不qualify 可是我们成为一个候选人是不需要的 你不会马来文像罗国本 好像以前好像马来文也不是很新的 都会成为一个国会议员 说到说到说到这一方面 我们从种族主要多元都好了 我们还是要保持着我们马来西亚的identity 其中一个identity就是我们要掌握我们马来语 马来语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很多人觉得 华小是一个半小时 其实我想告诉他们 半小时不是华语 不是华人 也不是这个华教 是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政治人物的炒作 导致你讨厌这些语言 导致你讨厌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政治人物刚才我所讲的 现在我回到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人 我要重新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人 不管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 你要掌握你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国语 你要feel proud of course 我们马来社会有些人也不会 不会把这个语言 不feel proud 反而一些物语通胞觉得 我用英文好过用过马来文 我觉得也不对 我们国语我们的identity 我们要学会 我自己是律师 当我去到法庭的时候 一些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华裔同胞去到法庭 他连马来文都不会讲 而在他的 在他的案件之前 有一个孟加拉人 而这个孟加拉人 马来文讲到很流利 法官都很生气 不要讲法官生气了 我自己都很生气了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identity 我们必须要掌握 所以即使 即使你fight这个华教都好 怎么样都好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这个国家的根 像我讲的这样 没有国就没有家 所以我们看回吉兰丹 吉兰丹他们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 Glade有一个identity 就是每个人都会讲 Glade即使他是华教 即使他在家是讲 关东 附建 可是他们吉兰丹人看到 看到吉兰丹人都很爱 可以很 讲到很好的 而且可能 吉兰丹的华人出到来 吉兰丹 他遇到这边的华人 他不跟这边华人住在一起 他反而跟吉兰丹的华人住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identity 他们可以讲同样的语言 虽然这个华人是来自华教的 所以可能我们就缺少了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在多元的时候 在选择多元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的根 不要忘记我们的根 然后不要以多元的名义来说 多元了 所以我们要用注重华语 不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多元都好 到最后多元的最后的重点就是 种族的团结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Tentra其实有成立了一个NGO 叫做Daya 他之前也有讲过 不能只是靠着喊口号的这件事 要实质的去做东西 那Tentra怎么看刚刚加强的这些言论 我有去过Tentra的那个Daya 他这个Daya 让我想起那个有一个广告 Daya Daya 我觉得蛮像那个Daya 只是讲笑吧 继续Tentra 你继续 不是 我想一下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这个 国元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一些歪理 这些歪理呢 就是我们先认同的说 有一个政党 要它是华人的政党 多数的政党 或者是华人的政党 他肯定是要替那个族群讲话 我讲这个是完全是 不单单他成为一个叛长的公主 如果要这样走的话 我们根本不用再谈什么 我们就以族群来的利益来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根本不用再谈什么 是吧 我们选举就是 选民作为老板 interview 议员的一个过程 如果选举 选出来的结果 谁都好 我们必须要紧张 但是我们也要同样认识到 一个政党呢 如果你说这个客警 是因为是华人为主的政党 还可以进出来 那么他不是华人为主 我们正定他是一定要反对 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为什么找错的东西 所以就是比如说马华民政在国政 他们得到的票都是从马来人来的 他们不去马来人讲话 反而去去讲华教的话 其实你是 怎么说呢 就是做反面的东西 到底如果是因为国政的选民的结构 里面有很多马来人的话 如果因为他投了我们的票 所以你要替他出去讲话 这是歪理的 对吧 那么今天行动党 虽然或者大部分的这个华人的支持 他可以讲多关注一个马来人 这个就是突破这个单元总织 为这个开构 所以我们不可以认定说你是武统 或者你是主专党 因为你的党是单元的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讲一些 维护指示维护单元教育的话 其实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不管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的最大的挑战是 怎么样说服我们的友族 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的成立 对的好处就是 我们承认华文教育 不是对华人 承认华文教育 是浪烧马来西亚 是一个社会的多元化我们的 如果我们要 提供马来西亚人了解 欧兰阿斯利的文化 不是因为我们要替欧兰阿斯利 争取利益 这个是因为我们要马来西亚社会 融合更加丰富化我们的文化传统 如果我们说华校里面交印度文化 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只是 我们不可以等印度的政党来争取 所以我讲回来 正有效的要争取华校 如果是前我们共政党 还有其他的国员政党的做法 如果是华校特级 我们的马来西亚同胞 我们马来西亚一点来讲 也比较多我这个话来讲 如果天错讲 马来西亚人的很致命 要表达的问题的话 我的效应肯定是对于打破族群之间的隔阂 大过我去谈华校的设计 所以国员政党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但是呢 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因为国员政党要申请 马来西亚人的支持 但是我们有一个 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都应该可以认同的 就是公平的时候 一个让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发挥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的时候 不准确说 我们会去爱到别人的办法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讲的 强调我们 发扬我们的文化的时候 不准确说 我们去读找其他人的文化 反正发扬我们的文化 其实是为了充富化学的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拖延的 如果我们在旧的区域来说 某一个政党 他必须是代表的 他的政党 因为他的政党的结构 某一个秩序为止 因为这样他就变成 他是那个积极的代言 这个是呢 这个就是倒退路 但是我今天还要讲回来的就是 即使你现在的政党 就是反映的政党 你还是逃脱不到 你必须要辩论 而且对于多元的客戟 必须要有一个立场 即使你是武统 你还是要在华教客戟 即使我们是一个滑稽的政党 我们在辩大的客戟 在辩语的教学的问题 你需要有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呢不是因为我们是法人 所以我们反对 白人所以我们反对 而一开始看 每一个客戟 对我们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 是否有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人 出发节目 才会真正的体验 体现多元政治的政党 那其实天刹刚 是 如果以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为主的话 那当然我们 华裔通胞部 可以算 我们算是少数 少数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面对 这样的一个问题 以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为主 做出这个政策 这个决策的时候 那华裔还是 所以我说 我说这个是了论来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华人更等于移民到澳洲 我们从一个30%的人口 搬到一个不到5%的人口 为什么我们的中国 很棒 他去住加拿大 他没有问题 他住澳洲 他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不在人数的多少吗 如果说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他的种族的那个 去送他们的种族的利益 是这样的话 印度尼西亚早就变成回教国了 他根本不可能谈华人的利益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才只有 百分之八千不到 如果这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吉兰教育 但是呢 在印度尼西亚里面 反而我们没有看到 天润 印度尼西亚变成回教育 对吧 我想这个问题不在人数的多而少 即使是人数少而多呢 只要我们有一个 所有的个人 所有的公平的基础 这个才是我们要看到的 而不是我们要看到 对于某一个群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课题 或者是我们要在某一个 群里面去讨好他们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 多元政治思维上的办法 所以我们先要 不要再讲要求别人 先谈一下我们是否有一个 就是我们从整个政治的 仇争理念的出发点来看呢 不在于我们族群的利益 作为契点 那其实Tentra 其实都有在讲到 关于这个突破种族症 这个单元种族嘛 那我们其实都在看到的是 这个土团党 他最近就说 会招收这个非物易的这个 党员 然后今天也有消息是说 这个张发虎已经加入了土团党 这样子 就我们就可能再想问一下 Tentra怎么看这个土团党 开放这个党籍给非土足呢 我觉得任何政党的开放 因为那中央作为座元 都是一个 不管是行动党 强力的去拉拢来 人家就很重 或者是共产党 当年呢 一开始就 表明明是一个 公平的政党 那依旧可能是任何政党 任何党员进来 就是一人一票 甚至投资选举所有的许位都是一人一票 而不是一人一票来投票 那么这些都是 每一个政党都要朝向这个方向发展 才有出力 所以主团党仍然是到这个选顾 但是最终回到来 这个不是任何政党的话 不是因为开放党员 或者是哪些政策 是所谓看起来是 但是很多时候 要做下的工夫 是要经过长期的振影 它不是一刀一刑 我们就拿民众党来说 民众党开放 让马来人的党 民政党从60年代已经在民众党 但是在群众的观念上 还是感觉到它是一个滑稽的政党 如果你说要组管党 这个事情要给互相 人家有一个感觉 它是跟党为主的政党 要马上改变它的主要 这也不容易 这是不单单从党员和政策来看的 人家最终还是要控制 你在是否有身体力 是否在心胜上 在你的这个运作里面 政治的运作上 有没有去争取 让大家感觉到 这个公平博元的政党 那家常又怎么看 这一个土团党 开放这个党 非无异的这个党级 是不是真的只是修改党章 就这么容易的去达成 首先他没有讲这个土团党 我就想想一下我们这个武统 武统在他强大的时候 其实很多华裔都要参与的 都希望他开放给他们去参与 因为他强大 他有势力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 很信仰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武统到自己都没有开放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伯萨都他很强大 然后他决定开开放 有很多人都在这边想 这是真正是为了 这个要practice the actions of the pluralism 还是为了是要开给 阿斯比那一派的非土族 好让他们有一个platform platform这样子进行 有很多种的看法 那我当然是欢迎 如果一个党 你开放给他走向多元化 那是最好 因为在每一个 每一个的这些政策上 政策上 因为如果这个党 他是领军这整个政府的话 在政策上 在形势上 他们都会收集各方的 各方的意见 就好像以前的这个 Barisat National 虽然他是来自 武统 民政 马华 这个国大党 所以在一些政策 他会向这些人取经 是否这个政策是对 还是不对 适合不适合 然后达到一个共识 然后才是推出来 自从Barisat National 输了过后 这个定局就 打破了 当打破的时候 很多人就感觉到 当打破这个东西的时候 每个人就说回到 种族的这个政治的 政治的范碗 所以我不管你 麻烦怎么看 我现在巫统要全力进攻 无意的社会 好让我们夺回权先 然后才接下去打算 所以有时候 当一个东西像 好像伊拉克 沙特夫心 他虽然是很独裁 可是他在那边做了 至少他的国家是 稳定和平 可是一打 做出一个改变的时候 这个改变 我们但愿是好的改变 可是现实来说 他不退而进 导致到现在乱到 还不能一个解决的问题 所以回到来这边 当土团他开放的时候 我觉得是好事 那在未来 如果还是领军着 这个政府的话 那当然他在政策上面 他会至少有考虑过 考虑过其他种族的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他们的教育是什么 政经文教 在不同的族群里面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是好的开始 接下来怎么样走呢 希望他们会 以这个中庸 中庸之路 中庸之路 继续的走下去 有时候 是否为了得到 像我刚才之前讲的 为了得到 这个 票选 选票 一个政治的团体 以前是以中庸之道来 来行政的 可是到最后 为了夺回选票 他可能比你更 更 比你更 极端 比你更 种族 为到最后 政治人物 你连国会一席都没有话 你核算是政治人物 为了达到这个 达到目的 政治目的 你还是用 可以说 不同的方法 好听 不好听叫不择手段 得到这个选票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 得到的 人民 有时候很灰心的地方 OK 其实我们今天是 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这两位 尤其是Tentra 其实他还在 Slim 补选的那一个现场 还是继续跟我们连线 这样子 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两位都很 欢迎这个单元种族 迈向多元化 那两位假设题的话 会不会加入这样的一个政党呢 民政党是多元化的 就是假设的话 TKL也是多元化的 对啊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多元 我觉得民政党是多元 普政党也多元 民政党也讲他的多元 那就是民政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 这个主反党还是保存在一个民主主义的多元 或者是民政党是一个动用自由主义的多元 所以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多元 然后这个多元之外 也有我们是自有老板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旧 那么其实最后呢 还是回到来是 你说你是讲多元多好 但是最后呢 是谁 引导这个主义 我们要回到来就是 我们把这个多元的判断 不要把它当作是选择正党的教育 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个选择 选择一个正党 要看他自从有自正的能力 他自从把理想转换成现实的力量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选择的首选 而不是多元的 当然我们就是多元的政党 他的工作不大 他的这个选择意义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当民的政党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有没有可以令到选民心 不走 觉得有自正的料 这个才是选民所要求 好的 那加强还有最后怎样的补充吗 加强请 那我先 你先走 好的 谢谢 谢谢天川 谢谢 好拜拜 民政党 民政党欢迎你啊 说到民政党 民政党 那当然我们是还是多元的一个政党 民政党像天川所讲的 我们还是 看起来都是以华社为主 所以我都拿到这个总秘书这个位置的时候 都很努力 努力希望多一些 走向多元化 在还没有推行多元化的政策 政策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要有多元化的这个思想 多元化的这个 这个value 从自己开始 就比如 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要接近马来社会的时候 无意社会的时候 我们要多了解他们 就不会以宗教来说 有时候我会深入去了解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会 不会以政治的一些人物说 他们宗教是这样子 或者一些人告诉我的 info是这样 我会以比较学术性的去了解 了解过后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我们尽量在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 找出共同点 而这个共同点是好的 是好的 怎么样去向大家分享 就比如 打个比喻 每次 每次一些无意同胞 他就说我们华裔 你们华裔是有钱的 那我就跟他讲 其实华裔应该学习其中一个 在伊斯兰他们 什么 怎么样说 他们的回教的 回教他们有一个人 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 Abdurrahman bin Ra'us Abdurrahman bin Ra'us 听他的做生意的厉害 就好像 什么东西给他动过的话 都会变成金 也就是说他金上是很厉害的人物 我说如果我们 这些 我们这些人 能学习这个 回教的这些历史人物 真正去学习 我们在金上那方面 可以更上一层楼 华人也应该向他学习更多 然后物意社会 可能你们会比较 注重宗教那些 比较注重宗教 可是没有这样注重这个经济 其实如果你们学习这些 这些伊斯兰的这些领导人 你们肯定比其他的种族 来得更 来得更厉害 来得更 有条件 成为一个领导人物 因为在他们的四个宗教室里面 伊玛阿布哈尼发 伊玛 马列 都是金上都很厉害的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他的宗教 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些共同点 而他也知道我们很努力的 去向他们的这些文化学习的话 这个就是 这就是 pluralism所practice的东西了 不只是要懂它的存在 可是也要进一步的学习 当进一步学习的时候 大家都有 都有分享一个共识的一些 value 那马来西亚就会走得比较远 如果没有的话 接下来 在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的 继续的这样子 crash下去的话 我相信 马来西亚 这个族群的 这个 这个 和谐 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他会 可能会回到以前我们想象的 五一三会乱 还是 种种的东西 对我们这个整个 马来西亚成长是不好的 所以回到那一句 作为我的这个 本路豆瓣 也就是说 希望在8月31号的时候 大家 能回到原点 去 探讨 怎么样争取这个独立 然后现在我们应该 要从自己开始 改变自己的思想 而这个思想 要有一些哲学来帮助 而这些哲学 就从这些书上都可以找到的 希望在线的朋友们 能珍惜我们 一直以来 马来西亚的 这个和平和 和谐 政治 我们继续的奋斗 那当然在奋斗的时候 希望马来西亚的和谐 能走到永远 谢谢加强 为我们分享的 关于这个团结 种族团结 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 谢谢两位的 上来跟我们节目畅谈 这个从种族走向多元 政党要如何 第一选民的这个 透视开箱的这个环节 最后我们是 当然还是要打广告一下 就是新闻的跟进 我们会第一手消息的话 就要follow我们的 透视大马的这个专业 或者是直接下载 透视大马的这个应用程式 谢谢各位晚安 也谢谢加强 谢谢 感谢大家 感谢帅线朋友 晚安